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明 今天带了一些移民 因為我剛好成績交了很多客戶 我帶了很多移民來問嘉嘉 亦邀請了嘉嘉跟我們說 又問又答一個環節 都是應各位粉絲和我們買的業主一些問題 介紹一下 Hello 大家好 我是嘉嘉 好久不見了 是呀 嘉嘉是答一個問題 就是業主說 我們的觀眾朋友想知道 現在29座大概一個情況是怎樣的 會不會提前勾樓 或者是說你們要準時說今個月的月底來交樓 這個問題 這是第一個問題 好 那我們一個個來吧 好 如果針對29座收樓情況 我們暫時目前都未收到物業那裏提前收樓的 大家都是按回合同的交樓時間 我們最後的日期就是10月30日 這兩天的動作就是 就是我們發展商已經陸續寄那些收樓通知書了 我們亦都有跟香港客戶 譬如他們以前不在樓的時候 是留了那些大陸電話 我們因為要寄到香港去 可能大陸電話就未必那麼方便接聽 所以我們這兩天 亦都有收集香港客戶的香港電話 以及跟他們確認香港地址 即是他們冬期時留的 那個收樓地址 收信地址 是的 所以這兩天亦都陸續做這些動作 開始往那些香港客戶寄的收樓通知書 不過因為內地的物流和香港的物流 因為它有一樣 跨境 譬如它要跨境和入稅 所以可能香港業主那裏收到 可能會遲一點 不過我們現在提前做 可能亦都可以準時收到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我們二十九座 十月三十收樓 可能亦都很多觀眾朋友 很想知道 現在層樓是怎樣的情況 是的 明哥他們就可以拍一些影片 分擁給大家 是的 其實據我們現在每天所見到的情況 我們亦都可以暫時分擁給大家 就是 譬如現在我們二十九座 其實大部分都已經 做了玻璃 即是路台那些玻璃 以及那些大門 以及那些地板 第二次清潔 即是有些都已經做好了 因為我們是由高數到低的 即是一層層這樣做下來 所以其實你現在去二十九座 是可以見到很多清潔的 那些芽衣 以及工人在那裏工作的 可能還有少部份樓層 那些水龍頭 或者有些手尾 譬如說 可能那個花灑未裝 不過上次我們去的時候未裝 現在都裝了 都裝了 那即是就是 可能提前不到 但是一定會準時十月三十號 去交樓給大家 十月三十一定是準時交樓的 其實就暫時裏面那些屋的情況是這樣 所以其實大家不用擔心 二十九座一定準時收樓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可能有部份客戶 因為我們都拯救了很多 所以我們不是有些客戶 做銀行按揭的 就是上會那裏 那銀行按揭交樓的時間 雖然我們的合同是十月三十號 但是如果客人 他未放款 即銀行未放到那筆錢給他的話 就暫時未可以收樓 那如果譬如銀行十一月二號 放款給他 那他就十一月二號 可以過來進行收樓 那所以那些未放款的客戶 或者近期買的 還在審批過程之中的客戶 可能就不用急著十月三十 因為可能會白跑一趟 即未可以進時收到 因為他銀行未放款 如果好像一些按揭的業主 他跟我們一起買的 那你就不要擔心 到時如果我們的樓款下了之後 我們都會在WeChat上面 或者WhatsApp上面 連結你說可以回來收樓 所以這個問題就不要擔心 或者不要提前說十月三號 你來到可能白跑一趟 因為香港下來都很不方便 其實都很快的 所以就要看客戶的時間安排 因為如果 剷個價麻煩 就是要就他們之間 所以如果銀行貨款那裏 亦都放了款 十月三十都可以準時收樓 所以大家看看自己買的情況 因為每個人都不同的 是的 好 第二個問題 有些客戶在我們YouTube上 有人問我們 問我們 現在維港灣是不是沒有樓 已經是賣光了 清光了 這是第二個問題 其實維港灣現在目前剩下的樓宇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其實我們現在主要是賣28座、29座 近來這兩天發展商也有27座的調價單位拿出來賣 其實主要都是賣光了這一個花園的27、28、29這深座 每一座剩下的情況 譬如我們29座 可能現在最高的樓層 只有12樓以下 不過也都是每個單位的情況不同 但第二樓都是這樣的樓層以下 如果28座的話 現在剩下的第六樓是9樓以下 是的 即不排除9樓以下 中間又有少部分樓層賣光了 我們只不過說現在剩下的最高樓層 如果有7座 我們正在調價的那些單位 就是有些譬如1、2、3樓 或者十幾樓到20樓左右 大約就是剩下這些 這幾座的回形都一樣 主要是賣75、80、80和108的單位 不過因為本身75和108是比較少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一層裏面有8個單位 8個單位有4個是80屏風 有2個是75和108的 所以其實那些新房單位亦都少一些 是有樓層賣光的 不過就說選擇性不是很多 因為其實都是應樓的狀態 所以其實如果喜歡的話 就可以早些下手了 買了之後就真的沒有了 這個問題我解決了 第二個問題是有樓的 說回這裏目前 但貨量就是不多 就是少少 敏水一點點 就少一點點 是有樓的 所以都要解答給各位觀眾聽 是有樓 現在目前有 不過貨量不多 是的 那就接大三個問題 業主給我買的是28座29座 他說問回我的阿明 你們這些車位現在28、29或27 它還有沒有 或者這個問題就是 我買了樓 我想在大陸買一輛車 我退休 我想在大陸住 我有車會比較方便 現在目前來說 我買在這裏有沒有車位 是這個問題 OK 大家想知道 27、28、29座下車庫的情況 是 其實我們27、28、29座 這個深座的車庫是通的 都是為之一個車庫 其實下面有兩層車庫 譬如負一和負二樓 但是因為其實 如果你按照整個遠區 譬如說維廣灣這個組團 和整個維廣灣的車位 配備來講是比較合理的 但如果你單獨拿出來 譬如這個深座 和深座樓下的車庫的比例 就是不足夠的 因為如果那個深座 和深座下面的車位 譬如深座加起來的話 大約有八百個單位 車位可能去到三百幾四百多個 所以就可能不足夠 但因為這些車位超瘦情鳳 我們是外來用長租的形式 即不是有產權的 亦都沒有扮國逢產證的 只不過是長租這樣 車位那時 就已經在貿28、29座 那時已經都是虛售了一波 其實現在27、28、29座下的車庫 已經是貿細的 即是已經 Lips 座下的對應 對應它樓下的負一負二樓 已經沒有車位 即是全部都沒有了 不過這個情況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其實那時可能有些客戶 他買了他又未必真的有車 他可能翌日又可以租給別人 如果翌日大家有真的用車 和泊車這些需求的話 可以租一個 如果租的話 我們不如都跟大家說說租金情況 好 如果在物業那裏 我們租一個車位一個月 是300元人民幣 如果你買了一個車位 即那時買的客戶 他其實每個月要交60元管理費 如果你租的話300元 就不需要再交管理費了 如果你可能經一些業主租的 又可能出現一些200元的情況都有的 即是好像我現在有個客戶 他不是說經常都住在這裏 但是他回來又去駕車 所以他租了一個車位 就跟業主租的就是200元一個月 當然也不批除 如果你找到那個業主是你的好朋友 他又想再打一個值給你 可能租150元都有機會 所以其實大家又不用太擔心 這個車位的情況 如果你想說近他附近那裏有沒有車位 最下來那裏是37和38座的 如果不是就37和38座下底是有車位的 不過距離我們27和28是有一段小距離 是的 所以就27、28、29 如果你只是想知道的話 下底的車位就是沒有了 OK 那即是就說買的就是沒有的了 那就是租的話 譬如說我如果過來 我找回業主就去物業那裏 租一個 是的,物業那裏找回租一個 或者直接找到業主租一個 其實都是方便的 沒錯 回答我們的業主問題就是 不要擔心這個問題 第一是車庫目前來說 27、28、29 買不到的了 那就是可以租的了 這個就是第三個問題 那今天我也是找到三個 就是觀眾想知道的 比較重要一點的三個問題 所以我就找回這三個問題 那都是一一有問有答 加加亦都是為我們解答了 那這裏我打一個小小的廣告 我們起床今個月就是做一個活動 就是和我們買房 一房呢 一房兩房三房 兩房 計兩房先 一房就是一部冷氣 和一部55吋的夜精大電視 那兩房就是兩部冷氣和一個電視 三房就是三部冷氣和一個電視 那全部都是名牌的了 有牌子的 那如果是喜歡我們 因為我們平時我們影片都是比較 比較勤力的去拍 那如果是喜歡我和阿東哥拍一些片 麻煩就點個like 那我們 我們影片最後是兩個碼 也可以去掃 或者去諮詢我們 有什麼問題呢 隨時在評論區或者WhatsApp我們 我們會一一為大家去解答 那這一集我和加加 第一是29座的情況 第二就是我們的車位情況 那第三個就是維港灣現在還有沒有樓 那這三個問題就已經回答了我們的觀眾朋友 那這一集就和加加介紹到這裡 回答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好嗎 拜拜 載以倫偿公共J典 到達筆相機 了 person 掃除 争以倫 Bas